我回湖北 回湖北怎么在进行车上休息呢 我太累了 看到货车停在路间 交警立刻上前盘查 没想到这一问 让司机好心酸 我唯一给你三个 那有个地方让我停下来 跑跑的睡一觉 哭到老泪纵横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来自湖北天门的他 封城前出发到四川送货 没想到从此有家归不得 各地纷纷禁止湖北车牌进入 害得他在高速公路上 开车流浪整整二十天 只能睡车上吃泡面果腹 无奈之下上网求援 我手上的钱也用光了 回湖北也不能回 我真的不知道 还能坚持多久 好心交警了解 情况后立刻通报上级 但暗于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 这名货车司机还是回不去 只好暂时安排入住服务区 总算有个落脚处 加上网友捐助一万人民币 至少有钱能吃喝 外头的人想回去 里头的人则想逃出来 监视器拍到山西运城 这辆小轿车半夜在马路狂奔 当地警方全程通气 慈禧桥远景全都站得远远的 还把口罩丢在地上 要男子先戴好再回话 原来他发烧住进了医院隔离病房 尽管还没确认感染了新冠肺炎 却偷偷摸摸开车落跑 吓坏所有人 好在经过众人劝说 同意配合回去隔离 结束这场金魂祭 记者李宗芳综合报道 我记得慢慢的